给大鹏做个棉被 大鹏在扒上执扒盖 我俩还是坐公交车走 坐着啊 挂了个车 有可能是新化和旧车 你看这挂俩牌子 上面是葛新综合市场 底下是鲜化七倍城 你看坐被子来了吗 对对对 我做个单人的被 家里有一个特别厚 所以就从单位拿来了 因为太后她受不了 所以得做个稍微薄点的 就怕你这个再做厚 师傅我问你 就咱双人被长是多少 一般都是两米长两米三 标准的 两米三是宽是长 强 那怎么你盖两米的被 就是说腿弯 就是肉脚 等到你盖那个两米三的 那你就觉得正好 那我明白了 那你就做一米五宽 做两米二两米三长 那不就完了 行行行 师傅我再问一下 就这个棉被正常 多长时间得重新做 三年五年没事 那师傅说呢 把这个被如果变成两米三的话 它就很薄了就 对对我明白 薄了你看看 能薄多少问题是 哎呀够了 就五斤的肯定够 不是 那我四斤呢 你说就是 四斤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啊 那意思是面积大了 对呀 它又得烫 它不敢于五斤一会儿 还是扣是不是啊 对 那就四斤 就反正男同志 一般火力状 你把我脚丫子搁外的 我脚咱就搁手的 我用最好的棉花 不暖和吗 我做四斤的不也行吗 对不对啊 再给大鹏选个被套 再给大鹏买个小枕头 大鹏纸巴的时候震它 拿着也来会方便 你看这小枕头才十块钱 是不是十块钱 再给大鹏选个被罩 选这个被罩喜欢呢 我感觉挺好的 行 那选这个绿色带小鹿来 商场四点钟下班 我俩今天来晚了 明天九点钟 我过来做被来 然后再把那个被罩做了 今天大鹏休息 我自己去把被做了 还是一米五成 两米三的被 然后用最好的棉花 啥块都干的你 我总在他家买日用品 他变成做被子了 这么一会儿 你这商场自己人 就自己就合作了 我们又单独找一个 改着做被子吧 有活儿行了 又没活儿呢 对啊 咱这我这实在有啥说啊 对 你开的太少人也不能来 对啊 还有通勤费啥的呢 争不出来再多呀 你俩这这么一盒子还挺好 对啊 这是你的针线盒是吗 对 嘿嘿嘿嘿 这棉花 它打开之后是几成几的 对啊 还是一米五成两米 往上下称一称是吧 对啊 是不是好的棉花 是不是微微发黄啊 对啊 不好的白是吧 里边穿花鲜了 而且这里边稍微 还有点小黑点 这是棉花籽 棉花籽 对 哦 越白的又是青纶多的 真是小黑点 都没有棉花籽 这玩糊涂不了 尤其你拿火一烧 全变成灰了 现在要干的是 把这个棉花 扣在这个被罩里 对 挽回来 嗯 这是塑料布防止它摘 拿塑料布卷下 然后这么翻 把塑料袋往出去拽 完事 现在开始航被了 航一个被子需要短时间 四分钟 四分钟啊 它现在是把这个被子边儿 先缝上 然后一会儿航 这么航 竖着航 快完喽 剩最后一航喽 这位航被的大姐 是旁边卖日用品的老板 她说现在都网购 所以她的生意 现在越来越不好做 她正在考虑转行 装完喽 走喽 谢谢 做这个四斤的被 总共花了165块钱 用的最好的棉花 然后最好的被套 对这儿花了55块钱 其实在网上买这么个被的话 有100多一点就能下来 但是网上卖这个棉花 我实在是有点不放心 等车回家 这么准 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大家